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 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景象上 刻在心脑上 主啊我站立 我请为你 献上一切 主啊我尊容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宋华 感谢神灯点 又到了我们透过良友所制播的圣言圣宴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神的话语 特别呢 我们今天的组合是来查考圣经人物 今天呢我们要查的圣经人物是波阿师 波阿师在路德记里面是男主角啊 事实上呢 主要经文我们要透过路德记能够来查考 按惯例我们还是要先用轮路的方式读一段经文 之后进行下面的交流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 是在路德记的第二章一到十六节 路德记第二章一到十六节提到有关于波阿师这个人物 那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 由我先来念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这样说 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 名叫波阿师 是个大财主 摩押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 容我往田间去 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 拿阿米说 女儿啊你只管去 路德就去了 来到田间 在收割的人生后 拾取麦穗 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师 他快舔你 波阿师正从伯利恒来 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回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波阿师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 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 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的 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 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他从早晨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 藏在这里 波阿师对路德说 女儿啊听我说 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 也不要离开这里 要常与我使女们再一处 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 你就跟着他们去 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 你若渴了 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路德就浮浮在地叩拜 对他说 我既是外邦人 怎么蒙你的恩 这样顾续我呢 波阿师回答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 烦你像婆婆所行的 避你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素不认识的民中 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路德说 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 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 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到了吃饭的时候 波阿师对路德说 你到这里来吃饼 将饼粘在醋里 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 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 他吃饱了 还有余剩的 他起来又拾取麦穗 波阿师吩咐仆人说 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 也可以容他 不可羞辱他 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 留在地下 任他拾取 不可赐贺他 好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 很精彩的一段叙述 波阿师跟路德的一些互动 那么主要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的主人翁是波阿师 不是路德 等一下这样插插的 路德记要变主角了 是但是我们今天要插的是波阿师 波阿师在这里很清楚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拿尔米的丈夫 就是波阿师婆婆 他这个家族里面一个近亲 一个亲族 而且是一个大财主 这太厉害了 这叫做土豪 不一定 有钱人不一定是土豪 事实上他真的 你看他生命特色不一样的 他不是一个就是很粗俗的 你看他整个的生命特色不一样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看到 因为路德要去拾取麦穗 这是摩西律法说可以 并且要照顾孤儿寡妇的 现在有这个机会来到了波阿师的田里 可是你看他们的互动 首先我们先看波阿师这个人 他是个财主以外 其他经文告诉我们他有什么特色 他虽然是财主 可是他也来到田里来关心工人的工作 而且他到了从城里 他就从伯利恒来到田间 他就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这是问候 他不是一来就开始折马 动作怎么这么慢呢 做了多少了 太阳都已经到日正当中了 都还没开工 他不是来监工 他是来关心人的 而这些工人也回应的很特别 这些农夫他们就回答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所以你发现这主顾之间的气氛 氛围不错 不然老板来了快点做 老板不菜就不干活了 所以这彼此之间是一个互信互相接纳的 那么再来就是波阿斯立刻就可以看到 有别人在他们的田里面 对 他的注意力观察力是很够的 他就问监管收割的说 那个是谁家的女人 谁家的女子 对他会关心 他不是来打个招呼就走了 对啊 因为摩西律法说了都可以这样做 可是我相信很少财主会去问说 这个是谁 对因为一定有一些人会来收割的 顺便来捡一些东西的 大概就外面人也无所谓 但是他会去关心到 这个人是谁 对 那还有呢就是他不仅仅关心 我们往后面就看 他还打听得很清楚 对啊 因为不然这个路德跟他对话的时候 路德说 哎呀我是一个外邦人 怎么会蒙你的恩典呢 波阿斯跟他讲说 从你丈夫死后 反你像婆婆所行的 并你离开父母啊 本地啊这些种种过去的历史 这些我都打听清楚了 就是知道你是一个孝顺的媳妇 嗯 然后他还为路德祝福 对 他不会小看他 对 并且还帮助他 他的爱心不仅仅只是 有言语上面的 哎呀关心你啊 或者一些实际上物质 他甚至还很到位 到了后面 你看到他不仅仅是说 你可以在他田里面 甚至他说 今天是在我田里 以后你通通包了 就是我的田都让你来 另外还有在看到 在后面的工人那边的互动当中 他跟工人讲 他就算要整捆整捆 要抽你都要给他抽 嗯 那可能也怕他不好意思抽 你故意就抽两把的出来 都给他捡 嗯 这么好行 好行到一个题目就是 不应该是留下来的 都要特别留下来给他 非常非常的照顾 嗯 给水他喝 对 还有说对 你可以喝水 到人家家里去捡那个剩下的东西 你还好意思跟工人去喝水吗 对 还有吃饼 对 哇 你看到吃饭的时候 还一起来吃 这个吃饼还很特别 有沾酱料的 对 有醋 这个醋其实就是发酸的酒 就有点对那个饼来讲 比较干 有一种配料在 算比较高档一点的食物 是主人这个大财主在吃的食物 哎 你这外邦女子 这个可以跟他一起同享 嗯 好大方哦 嗯 这就看到 波阿斯的一个特质 还有一些 他的特色在我们今天读的没有看到 在后面就看到了 他最后收割完了以后 他跟工人住在麦田里 嗯 还有呢 他就跟路德有一些对话之后呢 连拿尔米他的婆婆都相信 波阿斯这个人 他如果决定要做的事情 绝对会做到 使命必打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特色真的是 如果我们家女儿要嫁对象的话 我肯定要找个波阿斯 不错啊 但很遗憾 我们自己做男生的不一定是波阿斯 那还要这样要求 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真的这个人是一个被神特别拣选 以至于他成为 借着路德成为大卫的先祖 嗯 就是这样 好 这是事后的话 但今天我们这样来看 观察了 我们稍微了解 当然也知道波阿斯这个人 他本身在当地来讲的话 是已经具有知名度的 可是后来他为了要取路德呢 按照家族的优先次序 他还不是第一位 所以后来要取路德 他还是用了智慧 也要求第一顺位的人 能够先优先的来继承 但对方不要 这就看到波阿斯也是具有智慧的 这在今天读的经文当中 我们是没办法看到的 但至少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波阿斯整个他的一个背景 或是他的一个爱心 关心啊 各方各面都让我们觉得 是算一个不错的 也有这样一个说法 是好难言 但也有在解经当中 有这样说法说 他预表了耶稣基督 有点像 对 就是他完全接纳一个外邦女子 甚至有这样一个关怀 愿意为他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当然这个不是在应用 只是说有这样一个解释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想到 其实耶稣比波阿斯更有爱心 更接纳我们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稍稍我们说 在讲到波阿斯的时候 可以应用的 但是真正重要的 我们两位同工 还要就今天的人物的查考 跟经文当中 要实际的生活体验 好不好 来就今天的这个波阿斯的人物 两位同工 要有一些生活上的体验 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可以学习 波阿斯他很热心 关怀别人的部分 就是像他看到路德 是一个外邦女子 又是寡妇 然后孤单一人 来到田里面来捡麦穗 他应该是蛮孤单 蛮需要人帮助的 然后波阿斯就去看到人家的需要 然后呢 对他付上言语的关怀 而且不仅如此 还有实际行动的帮助 像是给他水 给他饼 然后还有吩咐仆人 不可以欺负他 要多多的照顾他 这些都是很温暖的关怀 这是我们也可以效仿的 是 我们有时候常常关怀 只是表面上 稍微打个招呼 就觉得不错了 但事实上要学像波阿斯一样 这个关心要到位 对 真正的能够达到对方的需要 所以以至于最后还得娶他 不是我每次要帮人家 不是要跟他结婚 但这个也是有点半开玩笑 但我们真正要讲到看到 波阿斯是这样一个到位 真心诚意的 对 好 这是立心的看法 来宋皇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帮人要帮到底 就是不要帮一半就算了 然后就不了了之这样 当然不是说帮到最后要把他取走 要把他嫁给他 就家里人越来越多 对 后来就是好像四章五节说 路德他只是一个死人的妻外帮女子 可是在他眼中 其实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妇人 对 他打听过他也知道他是一个很孝顺 而且愿意来吃苦的 对 他不是那种看外面或看家事的人 他真的去看这个人的所做的 他内心是什么的 对 然后而且我会看到说 神是赐福给这些处处为人家着想的人 就是虽然他好像有吃亏了 好像第一个孩子就变成 要属于那个拿米的夫家的 可是他都不介意 是 所以我相信就是因为这样子 神才会更大大的祝福他 所以也变成在祖谱里面会出现 是大卫的先祖吗 对 是 这也真是看到 波阿世是这样一个愿意牺牲的 真的 他去路德某一个程度来讲 低顺位的人就不愿意 他考虑过 他说我不要了 如果只是买一块田我愿意 但是后面就太复杂了 他不要了 所以波阿世是一个也愿意肯牺牲 而且非常愿意摆上的 好 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 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 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宋华 愿意肯牺牲平安喜乐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